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政治 经济 外交 文化等方面 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汉族 汉语 汉字等 即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那么汉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 汉高祖刘邦又为何用汉作为王朝的名称呢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张一青 与您一起谈古论今 说汉字 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呢 大家都知道是刘邦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的皇帝 那么在建立汉朝之前 刘邦呢 是楚将的身份 当时呢 他被封了个称号 就是汉王 他封地呢 在汉中 所以呢 他就有了汉王的这个身份 那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之后呢 自然而然 他用这个汉呢 就代表自己王朝的名称 本来呢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想 秦也是由封地来的 但是呢 它的背后 它还有那么多的故事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来看一看汉 汉这个字本身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寓意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汉这个字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三连水 有三连水构成的 显然呢 这个字呢 肯定的 它跟水呢 会有关系 那么它跟水的关系是什么呢 说文解字里边呢 对汉呢 就有这样一个解释 他说汉呢 是样也 东为苍浪水 这就是对汉的解释 样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常用的时候 老觉得这个样呢 它就是一个水波呀 那个晃动啊 那个荡漾的那个样子 那么汉如果是样 那会不会汉也有 这个水波荡漾的这个意思呢 实际上呀 这样的理解 有一点不准确 因为呢 样呢 它除了现在我们常常用到的 这个晃动啊 水波荡漾这个意思啊 它以前呀 它有别的意思 那么说文解字里边呢 对样也有解释 它说样呢 是一个水的名称 它出拢溪 到了武都的时候呢 它就叫汉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样两个字 它在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呢 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说样和汉呀 实际上说的是同一条河 只不过样呢 是在上游 那么东到武都的时候叫了汉呢 就证明汉呢 是指的中游 中间这一段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了 上游也有了 叫样 中游也有了 叫汉 那下游叫什么呢 我们大家这时候就可以想一想 汉解释的时候 它说了一句 叫东为苍浪水 也就是说苍浪是这条河的下游的名称 那么这个条河呢 就分作三段 上一段呢 叫样 中游呢 叫汉 那么下游呢 就叫苍浪 它除了表示河水的名称 它还表示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我们大家其实都应该能够想得到 它指的就是银河 是天上的 银河 那么呢 在三国的时候 曹操有一首观沧海 非常的有名 其中呢 就有这样几句话 叫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兴汉灿烂 若出其里 这个兴汉指的就是银河 所以呢 汉呢 除了指水 它还指天上的银河 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名称 那么它本身呢 它指的 旧跟天也有关系 那么在我们的古籍 在一些文献里边 也有这样一些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汉书天文志里边 就有这样一些记载 说星者金之散弃 其本曰人 星重国籍 少则凶 汉者亦金散弃 其本曰水 星多多水 少则汉 其大精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上的星星 它是那些金属啊 那些星球 它发散出来的气凝聚的 这个呢 本来呢 是说的人的事 但是后来据考证呢 这里不是人 应该是火 应该是其本曰火 就当天上的这些星星呢 很多的时候 这个国运呢 就比较吉祥 那少的时候呢 就国家可能会有厄运 那么来看汉 汉说的就是银河嘛 那么银河呢 它也是这些 星球的散气 凝聚成的团 这时候银河如果要是繁星闪烁 那地下呢 水就多 那么如果银河这时候比较暗淡 稀疏 那地下呢 就会有旱灾 这个其大精也 就说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这就是旱 就是说它既指实际的一条河流 同时呢 它也指天上的银河 有这样一些很美的一些含义 但是刘邦呢 为什么对这个呢 他就不满意呢 因为我们知道汉中 它是夹在两山之间 有八山 有秦岭 它就那么一块狭长的 那么一小块地方 几万平方公里 当时呢 项羽呢 有一个如意的算盘 说把刘邦呢 我发来给你封个官 封个王 就把你封在那里 封在那里呢 你 南北都是山 中间就一个狭长的这么一小块地方 你呢 就把你挡在里边 这样呢 有山阻隔 你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样呢 就困住你了 你就不能来老跟我来捣乱来了 那刘邦岂能猜不到 这个项羽的心思 他呢 更生气的是 秦朝的覆灭 本来就是他的功劳 是他从秦始皇孙子的手里 接过了这个秦朝皇帝的印喜 标志着秦朝灭亡 但是呢 秦灭了之后呢 刘邦把秦国都的 所有的皇宫啊 秦英的物品啊 封存起来 他没有享用 这样呢 他说项羽呢 还给了他这么一个不公正的待遇 把自己封在那么一个狭长的地方 他也知道项羽是要困住他 所以呢 他就很不满意 这时候呢 他有一个谋士 这谋士呢 大家也都很熟悉 他叫萧和 萧和呢 就来劝刘邦 他说呢 雨曰天汉 其称甚美 他就说有这么两句话 你看呢 经常说到汉的时候 说天汉 这个名称呢 非常好听 我们知道萧和是个很有谋略的人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至少表面上他劝刘邦就认可汉中这个封地 认可这样一个名称 萧和呢 他说雨曰天汉 其称甚美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来历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汉就是银河 就跟天有关 那一会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个现象 就把这个呢 更加地给他表现的 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情景 我们先说刘邦 刘邦呢 接受了这样一个汉的封地 也表明他接受了这样一个名称 因为这个名称他接受的时候 他也是听到了天汉 想到了上天 为什么一想到上天 刘邦就觉得 他就心里边觉得就比较高兴了呢 因为呀 就他本人来说 他也是借了很多 跟上天有关的东西美化自己 这个故事呢 说起来就有些俗了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的皇帝 当他们登基继位的时候 往往把自己呢 和上天和天神扯上一点关系 刘邦呢 也是这样 据传说 刘邦呢 他的出生就跟上天有些关系 在《史记》里边有呢 这样一段记载 齐先刘邦 长息大则之悲 梦与神域 适时雷电毁明 太宫往事 则见角龙于其上 以而有身 遂产高祖 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猜也能大概地猜出来 就是说她的妈妈呀 叫刘邦 这个邦呢 实际上就表示老妇人的意思 就是说她曾经呀 在一个大的湖旁边 她呢 休息一下 也就是呢 稍微地打了个盹 这时候呢 她做梦了 做梦呢 与天神相遇了 天神相遇的时候呢 正好你看 这时候又是打雷 又是有闪电 这时候呢 天色呢 就很暗 很昏暗 然后呢 刘邦的父亲 就太公 他呢 赶紧往那边看 他就看有角龙呢 在刘邦母亲身上 然后呢 就发现有身孕了 这有了身孕之后呢 回去 就生下一个男孩子 就是刘邦 你看这样一个故事 就非常非常常见的 一个很俗的故事 就刘邦呢 跟那个上天呢 就发生了关系了 他是天神派来的 我们很奇怪的是 就是连史记这样的证史 都说这样的故事 这真是让人觉得 就很有意思 也许我们古代的先民啊 可能对上天 有一种那种崇拜的 有一种对这个人间的这个帝王 也很崇拜的那么一些想法 所以呢 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 常常会记录这样一些 完全是民间传说的东西 因此我们看 刘邦听到天汉 他就觉得比较满意 他自己的身份呢 恰恰又跟上天 又联系到一起 所以他就非常高兴了 与此同时 我们现在呢 我们从出土的一个文物里边 我们也能够看到 汉这样一个字 它跟天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先想到 萧和刚才说的那句话 叫雨曰天汉 现在我们看一看 这个出土的文物是什么 这是69年 我们出土的一个文物 这个文物呢 就是一匹骏马 奔驰 一个蹄子下边呢 有一只飞翔的燕子 整个这个文物的名称呢 是后人起的 叫 马踏飞燕 它呢又叫 马超龙雀 也叫呢 铜奔马 这个意象为什么就特别好呢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这匹马 它没有翅膀 不是像有些传说中的 说天马行空 那马呢是长着翅膀 长着翅膀 它要飞的话 它就要借助其他的力量 比如说风啊 这样一些自然之力 而它完全是凭自己的力量 就是奔腾 奔腾的过程当中 它就行空了 为什么我们说它行空了呢 大家不要忘了 它的有一只蹄子上面 踏的就是一只飞翔的燕子 这可并不是说 它是踏着燕子飞起来的 这个燕子只能在这儿 起一种辅助的异象的作用 燕子是飞的吗 马既然在它的上边 就证明这个天马 也是飞着的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 很美好的意象 所以叫天马半旱 半旱什么意思 就是在半空中 在银河 天旱就是银河 它半旱就在半空中 在飞翔 这样就使得这个汉朝 它就有了一些 很好很好的一些意象 就是说这个名称 有这样一些意象 汉朝超越前人之处 在于他们对西域的开发和管理 汉武帝派张千出使西域 建立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西汉与公元前60年同一西域 在今天新疆伦台地区 设立西域都护府 西域民族与中原汉朝 在经济 文化 社会等多个方面 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看史书的话就发现 汉朝从它这个字本身 有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 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同时用了汉这个字 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说 这些传说就有点像 刘邦出生的传说一样 现在我们有一个词语 这个词语叫汉日天种 这也是汉朝时候 发生的事情留下来的 叫汉日天种 这个汉日天种是什么意思呢 汉日天种啊 这背后啊 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说的是呢 就是波斯的 古波斯的国王 他那派人呢 来迎娶中国的一位公主 当这个迎娶的队伍呢 在回去的路上 到了现在新疆 塔什库尔干的一带 遇到了战乱 于是呢 这个迎娶的队伍呢 就停下来 未避战乱呢 他们就在一个山上 驻扎了 驻扎了就是 避这个霍乱 在这个避的过程当中 接着这位公主啊 怀孕了 于是这个迎娶里边 这个主事的这个官员呢 赶紧就问他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呢 然后就说 说每天呀 有一个天神 从太阳里边骑马出来 然后下凡 所以呢 就说公主呢 就有了身孕 等到这个公主呢 这个怀孕足月之后 就生下一个男婴 这个男孩呢 非常能干 慢慢长大以后呢 就建立了一个 解脱国 这个解脱国呢 在当地呢 就 搞得非常的好 也就说明 汉朝 它整个的这个影响 是非常的大 汉日天种 这样一个传说 实际上也不只是 民间流传 唐朝的玄奘 他在取经的过程当中 他写了一本书 叫《大唐西域记》 里边也有有关的记载 那么现在呢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 在进一步的考证 就是汉日天种 这个传说 它的真实的程度 以及我们民族融合的 一些事情 通过刚才我们 分析汉这个字的本身 分析呢 跟它有关的一些传说 一些故事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汉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很好寓意的一个字 汉朝的影响呢 是方方面面的 其中还有一个 很大的影响 它呢 是汉民族的一个源头 就是我们汉族 是怎么来的呢 根源呢 就可以追到汉朝这儿 但是呢 当时呢 可没有民族的这个概念 只是说汉人 那么汉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号 它呢 是清朝时候的事情 但是呢 它的源头呢 就在汉朝 但是不管 它的寓意有多么的好 这个历史的车轮呢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终于呢 这个汉朝呢 最后也就灭亡了 公元220年 汉先帝善为东汉灭亡 此后 在经历了60年的 卫数无三国纷争后 公元280年 司马延费魏元帝自立 统一中国 国号为晋 史称西晋 中国历史 由此进入晋朝 晋作为国名 我们并不陌生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春秋五霸 三家分晋 都与晋国有关 那么作为朝代名 晋有着怎样的特殊含义 司马家族又为何用晋 来作为王朝的名称呢 晋朝的名称 它应该是来自封地 因为司马一族呢 它就在晋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也正像秦呀汉呀一样 他作封地名称之前 他肯定这个字 也有他本身的一些含义 那么司马一族呢 他在这个晋这个地方 他也有些历史 他的祖先 可以追到很早的一些时代 在史书里边 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晋书宣帝本记里边 有一个记载 说司马一族呢 他骑先出自地高阳之子 仲离为下官祝隆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他的祖先呢 是谁呢 是地高阳之子 地高阳是谁呀 五帝之一的赚须 他那后边呢 还有下官祝隆 祝隆大家都知道 是南帝 就煮火的 管火的一个神仙 这是晋司马一族的祖先 那么地高阳 我们就马上能想到 另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就是春秋战国时候 有一位我们说 楚国的爱国 是屈原 他写离骚的时候 第一句就是说 地高阳之苗义戏 就说他本人呀 是地高阳的后人 你看司马一族啊 还跟屈原 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 所以司马一族呢 他的这个血统呢 也就比较高贵 那么他跟晋 为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因为当时 他的祖先 封地就被封在 晋这样一个地方 晋我们知道 现在指的是山西 那么司马一族的祖先 他经过了几代 在这个传的过程当中 他跟这个山西这个地方 就有很多的渊源上的关系 晋跟这个地域的这种关系 在史书上有很多的记载 那么我们呢 可以先把这个放一放 我们先来看看晋这个字本身 就像看汉一样 那么晋呢 在古文字里边 它写成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晋 在甲古文里边的字形 这个字形大家看 它上边呢 是两根键 下边呢 就像是一个 盛装东西的一个器物 就是把两根键 插在一个器物上 所以这个字呢 最原本的意思 就是插 就是这个动作插 我们都知道 就是以前呢 在一些典籍里边 比如说在一些 先秦时候的文献里边 有王进大规 这样的一些字样 王进大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王啊 他在他腰带上 他插着一个规 这个规是什么呢 就是他身份的一种象征 一种玉器 所以呢 王进大规 就是王插着大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后来呢 这个晋呢 又衍生出了 其他的含义 由于字形的 这个模糊性啊 上边的这两只箭呢 被很多人呢 后来就误以为 它是河 就是河苗的河 他说呢 你看两个河苗 在日上 证明呢 就是在阳光之下呢 这河苗生长得很好 所以这个晋呢 他认为就是说 往上生长 往上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晋呢 就有了跟农作物 跟农事有关的 这么一个含义了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从字形本源上说 它是两只箭 那箭是什么呀 箭是武器嘛 是兵器嘛 那么后来由于误会 说它跟庄稼 跟农作物又有关系 那么晋呢 就被赋予了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跟兵器有关 也就跟战事有关 一个呢 是跟农业有关 那么跟战事有关呢 还有一个佐证的例子 在一些古代文献里边 晋呢 也有一个含义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长矛一类的 那种大的割那类武器上 它有一个金属的套 那个东西就叫晋 你看 它也是跟兵器有关 所以呢 晋呢 整个的这个字呢 它既跟农业有关 也跟征战的东西有关 那么就让晋朝呢 整个就是夹在中间 一边是战事 一边是农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两相周旋的 这么一个状态下 就是维持这么一个王朝 那么晋朝我们大家都知道 确实它的时间也不长 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 它对内 它要镇压一些叛乱 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 有八王之乱 在晋朝的时候 因为它的政策所致 它开始呢 显得是很开明 所以呢 它是士族政治 那么一些诸侯啊 藩王啊 它都有一些 它自己的权利 它在这个参与 这个国家事务的 王朝事务当中 都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呢 后来就有了八王之乱 这是晋 它对内的一方面 它有战事 它有一些叛乱 它需要镇压 那么对外呢 我们都知道 有所谓的五胡乱华 它的周边呢 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政权 这些政权呢 也不断地在边境骚扰 所以呢 跟晋朝呢 也有不断地 这些规模不同的战争 这是它在战争的一方面 那么呢 在农事的一方面呢 它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因为晋在它的之前 有很多的土地的政策 那么离它最近的 就是魏 也就是曹魏政权的时候 实行过叫什么屯田制 当时呢 有军屯 还有民屯 军屯和民屯呢 还不太一样 有的是士兵嘛 军屯是士兵嘛 民屯是老百姓 那么屯田制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切田权力都归国家 你呢 作为士兵也好 老百姓也好 你只有同一肯的这个权力 这样呢 就国家利益最大化 结果呢 下面的利益 种田人的利益 得不到保障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同时呢 也激起了一些反抗的势力 那么晋朝呢 他立国之后呢 他就接受了这个教训 他说 我就不要这个屯田制了 他就推行 他自己的一个政策 他自己的政策叫什么呢 他自己的政策呢 就叫占田制 他当时呢 就是有一些规定 这个规定呢 他也写成了一些律法 然后呢 用这样一些律法呢 他就让老百姓呀 尽量的能够有一定的 种田的利益所得 那么在他的一些律令里边呢 有一些说法 我们来看看 他的这个 关于农田的政策 是怎么样的 他说男子占田70亩 女子30亩 然后呢 说丁男克田50亩 丁女20亩 丁男和丁女 都是指的一个年龄段的 从15岁一直到60岁 指的一个年龄段的 就是说这样的男子呢 他如果占田70亩的时候呢 他只有50亩要交税 其他20亩呢就不用 那么女子一样 他可以占30亩 只有20亩要交税 按照规定交税 其他的10亩呢就不用 然后呢 如果你家里边 还有兄弟姐妹 那么到了次丁男的时候 就第二个男孩子的时候 税妇减半 减半收 就收25亩的了 那么次女呢 就不收税了 就不争你的这个粮食税了 所以你看晋朝呢 他就好像很开明 他在税妇上面呢 他好像呢 就是政策很宽松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鼓励你自己开田 你自己开墾了荒地以后呢 你自己呢 就多得 同时呢 他也吸引着边缘的少数民族 来开墾荒地 来耕种粮食 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由近到远 离边境最近的少数民族 你可能税负稍微高一点 离得税负再远一点 税负就给你减一点 离得再远一点 再减一点 这样呢 他在占田制的时候呢 他同时呢 登记户籍 由于他占田制的这种 看似比较开明的 这么一种政策 所以晋朝的时候呢 就户籍数量大增 短短那几年之间 增了一百几十万户 就大家都来登记了 因为登记了以后 他占田制 他觉得有好处 就说他的占田制 他的规定 你占田的数量 那只是一个理论的规定 说七十亩 是说你理论上 你一个丁南 你占田的话 你可以拥有七十亩的土地 但是实际拥有多少 那我可不管 与此同时呢 我要收你税的时候 那可是就按五十亩收 占田的时候七十亩 是一个理论规定 你占不到这个数量 都无所谓 但是我要收你税的时候 你丁南 你就按五十亩 你得交税 因此我们就会看出来 他在这样一个貌似开明 貌似这个公平的 这么一个政策之下 实际上他的农业的政策 赋税的政策 依然是只为统治者服务 他并不是完全公平 比他以前的朝代 有进步的地方 但是并不完全公平 那么再说 他在战事的一方面 我们说对内 刚才有八王之乱 我们来看一看对外 说五胡乱华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晋朝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 我们说了土地政策也很开明 那么他在官员的任命方面 他也相对做的比较开明 就任命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官员 由此可见 就是说他的政策呢 也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安抚的周边的少数民族呢 也很爱忠心的 为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服务 但是不管怎么样 根源上的矛盾 还是依然存在 就像他在施行占田制的时候 他实际上跟种田的老百姓之间 永远存在着矛盾一样 那么他的这个政权 跟他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权 他也依然的存在着 很根源性的本质的这个矛盾 所以就在这样内外的这种 交困的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西晋王朝呢 就是也不可避免的 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最后也就灭亡了 然后呢又有了东进 东进呢又维持了一段 维持了一段以后呢 在整个的这种各种的矛盾 特别是很难以调和的 这个安定 开垦 做整个这个国立 整个资源建设的这个农业 和周围的纷争不断 内部的这个不同的权力的 这个集团之间的利益争斗不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也内外交困 所以呢 两进王朝 虽然进行了很多很好的尝试 但是呢也不可避免的 最后呢也要走上消亡 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 两进王朝毕竟在中国历史上 他做了很多很有建树的事情 所以呢他对后世呢 影响也很大 这个影响呢 我们从一些事例当中呢 就能看出一点端倪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词叫 魏晋风谷 这魏晋风谷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那个时候 以曹氏父子 就是为代表的 他们那种慷慨极昂的 那样一种文风 就是真的 说真话 真编实辟 写出文章 慷慨极昂 这样一种文风 就叫魏晋风谷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的 就是说还有一个词 同样的存在 就是说魏晋风流 我们都知道魏晋的时候 出了很多大的这个 有名的这个文人 我们不用举 大家都知道 一属很多 陶约明 刚才提到的 曹氏父子为代表的 建安妻子 那么后边以 阮金鸡康为代表的 竹林七贤 那么竹林七贤呢 其中有一个人物 大家也一定 也不陌生 他呢叫鸡康 他呢在这个鸡康里边呢 也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放荡不羁 散漫不羁 就是整天呢 就饮酒啊 写文章啊 同时呢也谱曲啊 就唱歌呀 最后呢 还很有意思的 他被处死之前 在刑场上 奏了一曲 就是整个荡气回肠的 叫广陵伞 现在这个东西呢 还流传下来 那么这样一种文风 其实我们透过它的表面 我们就能看到 似乎这样一些文人 就很狂放不羁 但是他们实际上 内心充满了痛苦 表面上很散漫 很狂放 显得就是说 也许呢 觉得这个气候呢 很宽松 所以它才能散漫 能狂放 实际上代表的是 他内心的苦嘛 因为我们知道 司马一族 表面上 对这些文人 对各项的事情 好像是有一个 很开明的一个政策 一个状态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它对整个的文化的 管束 也是非常严厉的 历史上 我们都知道 它也杀过一些文人 完全是杀鸡儆猴的 这么一种姿态 所以呢 它虽然 由这个朝代 它表面的 有一些繁荣的东西 像我们说的 户籍增加呀 这些文学作品 在那个时候 就是产生了很多呀 但是也掩盖不了 它整个的 这个王朝 它所遇到的 这样一些根基的 根本性的矛盾 一个矛盾呢 就是我们提到的 它是立国要农业 还是要征战 这个根本的 这个国策上的矛盾 两头雇 结果两头都雇不上 一个呢 就是说内外的 对内的 它跟这个 割据势力的矛盾 对外呢 跟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 所以呢 有这样一些 种种的矛盾 在这个王朝 存在的时期 就影响着 它的统治 因此呢 它最后 终于还是 不可避免的 走向了灭亡 那么在晋朝之后呢 就经过了短暂的 这个南北朝 我们就将迎来 另外的一个 统一的王朝 就是隋朝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呢 就一起呢 再来看一看 隋朝 和隋朝之后的唐朝 这两个王朝 他们名称里面 有什么样的讲究 那么这一集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